这部小说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漫画及游戏 其中的第41回《烟云十八飞记》 《奔腾如虎封烟曲》 还曾于2004年 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全日志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读本《必修卷》 《飞雪连天设白鹿》 《孝书神侠已必冤》 加上一部《月女剑》 金庸老爷子一生共写武侠小说十五部 其中格局最大 意境最高的当初这部《天龙八部》 所谓天龙八部是佛经用 包括八种神道怪物 作者以此为出名 只在象征大千世界之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在基庸的武侠世界里 恶性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 总是让读者津津乐道 印象深刻 大侠是郭靖 忠肝义胆 为国为民 好情人是张无忌 西江山豹美人 隐居化眉 好老公那得是杨过 忠行一人十六载 黯然销魂 好哥们首选令狐冲 同肝共苦 快意恩仇 出来混 还得是伟小宝 黑白通吃 混是魔王 戴靶子任大哥 旧的是乔峰 一搏云天 关键酒量还好 天龙八部就是以乔峰 虚竹断育三兄弟为故事主线 将这三个武力 之顶格英雄的命运 放在了北宋 这一个民族纷争的特殊时期之中 悲戏式的结尾 反映了个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奈 时至今日 已经有九个版本的天龙八部 影视作品 与观众见面了 相较于大河的97版和03版 我还是最钟情于82版 82电视剧版的天龙八部 由TVB出品 分为六脉神剑和虚竹传奇两部分 在风化道和配音方面 更符合我对武侠剧的最初印象 还有这赫赫 哈哈的鼓打声 挑选演员的形象气质 也都比较符合我心目当中的书中人物 梁家仁饰演的乔峰 豪情万丈 一波云天 真的有大哥的那种气度 由年轻的黄日华出演《二帝虚竹》 那种木讷善良的镜头 为一年后出演射雕的郭靖 打下了基础 更在15年后 今身为自带BJF的大哥乔峰 年轻的公子汤真夜 颜值巅峰期 饰演公子哥段玉 是最适合的人选 偏偏家公子的形象气质 与那时候的汤绍相隔一张 尤其是神仙姐姐王雨嫣的人选 一个字 绝 这个版本的王雨嫣 由初代仙女代言人陈玉莲饰演 她也是《八三版神尿侠侣》里的小龙女 情里脱俗 一身孤冷 竹缘欲润 在片中自带仙气 也难怪周润发和刘德华都对她着迷 也只有这种美貌 让段玉见了一面 就赶紧的跪拜 连称神仙姐姐 才是让人信服的 在配角方面 由当时无限当红花旦 黄信秀 同时扮演阿珠和钟灵 这也是全剧对原著最大的改动 这在后面 不会慢慢的进行讲解 年轻的石修演出了 没落贵族慕容复的贵族气质 兼具了帅气 傲气和杀气 谢贤的段正纯 更是玉树临风风流倜讨 他把段王爷那种多情 却又痴情 最终为情而死的情种 演绎的淋漓尽致 甚至说不能是演 慕容卿由杨帕他扮演 也就是后面被我们哀奇不幸 又怒奇不争的念词妹妹 但是我到现在还是没法接受 他妈就是没超风的事实 而影帝梁超伟 当时还是一个龙套 在里面出演一个少林小僧 你还能找出现在哪些出名的演员 在此剧中曾跑过龙套吗 另外 本剧的两首主题曲 《两望烟水里》和《万水千山纵横》 也是辉煌组合的作品中 令人难忘的经历 尤其是《两望烟水里》 我个人认为 他甚至不逊于九七版的那首神曲 尤其是